你好,我是K-Bone 所以魔影牧場怎麼了?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多影片 如果喜歡這些頻道內容 歡迎加入會員或是使用Donate 來給予我更多支持 感謝你,OK,進入正題! 沒錯,終於這個自稱最喜歡玩 PoE 的主播 終於發 PoE 的片了 沒有想到時隔三個月發的影片 第一部就是要來吐槽的啦 今天就是想要來聊聊魔影牧場賽季我個人的感受 以及討論一下賽季內容 到底實際發生了哪些狀況 對玩家們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我相信有許多人也一樣 對這個賽季感到一言難盡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不管你的想法跟我一不一樣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用土骨髓的方式一起迎接全新賽季的到來吧 那要回顧這個賽季 所以我想要先把內容分成兩個區塊 一塊是賽季玩法的部分 主要就是賽季新機制 會最直接影響到當季的體驗嘛 那另外一塊是賽季更新的部分 包含平衡性改動、新增的內容 各種系統的翻新與增減等等 那接下來我就會就我認為設計上比較有問題的部分 一一列舉出我認為的問題點 並且拿出可對比的例子 來盡量全面的分析 聊一聊我的觀點究竟是什麼 首先就聊一下賽季更新的部分吧 這次賽季更新有幾個大重點 T17地圖加入遊戲 以及羅盤與聖甲蟲系統的重置 那羅盤與聖甲蟲這一塊 其實我認為是一個好的改動 GG在這幾個賽季以來 都在逐漸統合龐雜的系統 將同一種類型的爭議 各自的取得來源整合到一起 就比如將迷宮附魔 以及捷到特殊品質等系統 整合成了一個單獨的改造寶石 那不只是讓新玩家更容易學習 其實在平衡上也會更加輕鬆 並且在系統單一化之後 設計師可以在系統內 更大膽的去設計一些變化 而非只有數值或公式的增減 從改造寶石的變化性 還有這一季新增的多種甲蟲 都能夠看出系統整合是力大與弊的 但兩者都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平衡性稍嫌不足 有的甲蟲跟寶石真的太強了 有待後續再進行平衡 那我自己很喜歡不用洗六分儀 只需要考慮甲蟲要放什麼 因此這個部分 嘿嘿我給好評 接著我們就來講另外一個重點 那就是T17地圖加入遊戲 T17地圖在發布會上出現時 所有人都相當的興奮 包括我也是 然而實際開季之後 所有人才發現 欸這哪是什麼銜接Uber頭目前的過渡內容 根本就是一張UberUber地圖 首先T17地圖在設計上來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詞綴的強度 一般地圖的詞綴強度 即使有影響到你的流派運作 像是減少法術壓抑的傷害比率 或是減少護甲 減少格擋率 更難對怪物造成異常狀態等等 但是也不至於到完全不能打 而T17詞綴對大多數流派來說 卻都是毀滅性的效果 比如說你不能法壓 不能格擋 圖騰受傷由本體承受 玩家無法獲得充能球等等 可能是直接摧毀掉防禦建構 不然就是讓技能直接無法輸出 只要地圖上出現了這條詞 完全不用考慮 就是直接不能打 最可怕的是賽季剛退出那個時候 T17地圖甚至不能洗詞 因此機體有越多種機制的話 那你需要避開的詞又反而越多 越強的機體反而受限越大 因此當你今天掉漏了一張T17 如果上面有你不能打的詞 那以遊戲進入上來說 恭喜你 你等於是什麼都沒掉 更不用說你想要進去挑戰看看了 那上述的問題只是體驗上的 T17本身最大的問題 我認為是在遊戲架構上 又增加了一個難度取向的內容 可能會因此打破這個遊戲的平衡 那什麼叫做難度取向呢? 就是機體要達到一定的強度 才能夠體驗到的內容 為什麼我會說這是一個問題 主要是POE在機體的建構上 設有一個非常嚴謹的限制 通常來說一個流派特化傷害 那它就會比較難以兼顧防禦 反之亦然 又或者是一個流派擅長打王 那刷圖能力可能就比較差 反之亦然 這都歸功於POE嚴謹的設計 一個機體可建構的空間 都是相近的 不會差距太大 也沒有辦法超過一定的極端值 除非當季出現了額外要素 提供基本的架構以外 能夠提升集體性能的方法 就像是黃蓮的咒語 第二昇華 還有祖靈當季的刺青等等 那同時POE累積至今的內容 也大多都是專長取向的 需要你應對不同的環境 去決定機體的專業化方向 這樣的遊戲環境所造就出來的 就是多元的流派玩法 然而當純粹以難度導向的內容交入到遊戲裡 在某個能力線以上的機體才能夠獲得內容的收益 而且這個收益還遠超以往 就會進而擠壓到流派多樣性 因為能夠達到那個線以上的流派 可能大多都是所謂的Meta流派或是OP流派 那不只如此 甚至還會擠壓到固有的一些遊戲內容 假設今天有一個機制玩法跟戰亂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收益就是比戰亂高的話 那玩家自然會選擇不刷戰亂去刷收益更高的新機制 結果就是戰亂就會失去存在感 那現在的T16跟T17就有一點這種感覺 T16之所以還有刷的價值 單純也只是因為能夠產出T17而已 還有被分開的兩種網也是 T17原先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作為難度之間的過渡 將一般頭目與終局頭目分開 然而官方將兩個難度拆開來 但是掉落時卻極度的不平衡 這個不平衡導致的就是掉落幾乎沒有用的一般網 誒罰人問津門票價格暴跌 人人喊打的特定終局頭目呢 門票價格居高不下 一款刷寶遊戲最重要的應該是內容給你動力想要去刷 而失去這種拉力的一般網 在遊戲中反而變得可有可無 終局頭目雖然依舊很搶手 但是門票產出卻增加了隨機性 拉長玩家自產門票的時間 變相也是強迫玩家進行交易 總結上述所述 我認為官方製作這些系統絕對是想要解決某些問題 但是實際上卻衍生了更多問題 而這些更新不像賽季玩法 會隨著賽季結束就跟著消失 既然這些系統不會不見 我們也只能樂觀一點 期待在3.25的改版資訊 能夠看到官方針對這些情況做出一點改善吧 接著我們就來聊最刺激的賽季玩法吧 這次的賽季機制玩法有人喜歡 有人完全不愛 整體來看從賽季流存人數 可以判斷大部分人對這一季感到厭煩的速度 平均上來說更快了 我自己也是相當不喜歡這一季 主要是在玩法設計上 有以下幾個我認為的問題 首先是玩法讓玩家過於被動 給的獎勵影響過於間接 導致回饋感相當低落 那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用幾乎相同的靜咒荒靈來做一個比較 正好靜咒荒靈流存率非常的高 兩個賽季邏輯也非常的像 概念上都是提升地圖難度 並且由機制給予爭議與獎勵 操作上也都是從一開始 決定好這張圖的機制強度 然後就一路刷到底 跟遊戲本身的結構高度的重疊 那究竟這兩個賽季實際上是哪裡設計的不一樣 導致體驗幾度的兩極化呢? 首先先講主動跟被動的部分 玩家是否擁有主動權 像是能否決定開或不開機制 能否決定機制影響的程度 都會影響玩家對機制是否容易產生出抗拒感 魔影牧場的燈火機制讓大部分地圖怪物都被增強了 那雖然可以拖曳詞綴來做調整 但要秒殺你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需要一群怪 只需要有一隻特別可怕就好 更不用說大多數的玩家 其實沒有什麼閒情意志去祭每一個怪物群 導致即使能夠調整詞綴 怪物變強的感受還是會很明顯 而且這些詞綴還是隨機的 代表強度是會有波動的 所以有時候你以為你能刷了 有時候你又突然一直暴斃 很難好好的去做自我檢視 內心的不安感跟被動感 從打開一張圖就會開始蔓延 那體驗上當然就會不好 進座荒靈就做的相對坦性一點 從開場你就可以選擇要不要進去荒靈吸粉出來 也可以自己決定要吸多少粉 對地圖額外的增強 你擁有幾乎百分百的掌控權 而且吸粉對夠有的強化也是相當直觀的 坦度與傷害吸的越多才會越強 不會有特定怪物配上特定詞 突然就搶了飛天的情況 因此你稍微有看一下的話 你是能夠完全按照集體的強度 去決定要吸多少粉出來的 那這種主動性跟自主性 就能夠讓追求高強度的玩家 以及機體未成熟的玩家 都能夠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調整 意識上就算怪物變得過強 你也會覺得是自己的鍋 是自己沒有把控好吸粉的量 而在玩牧場機制的時候 你反而就更有可能 將情況歸咎於機制之上 機制帶給你的體驗就會變差 再來我們講一下回饋感 模擬牧場比較複雜 有好幾種機制的回饋來源 第一種是獎勵詞綴 就是顯示黃字的那些詞 其中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先知了吧 然而先知也不是每一場都出 更多時候你會看到的是 增加稀有度 增加掉落數量 或是偶爾會有的特殊掉落獎勵 我相信螢幕前的各位 或多或少都有撕過圖 就為了看到那一場神聖雨吧 然而這樣的獎勵設計 產生了幾個問題 常見的稀有度數量增益 又以影響的範圍太小 又缺乏其他詞綴相互加成 對獎勵提升的能見度非常的低 而先知跟神聖雨這類獎勵 雖然回饋感很強 但是卻脫離了遊戲基本架構 也就是我刷圖 我掉寶 我變強 我再刷圖 我再掉寶 的這個良性循環 因為今天要刷出這些獎勵 跟機體的強度完全無關 純粹就是看你100張圖以內 能夠開出幾次這些獎勵而已 甚至真的洗到了要進去刷圖 你都不需要機體有多強 因為你只需要打死的那群怪 他一樣是機率性的掉落神聖 你根本不用為了提升掉落 去增強地圖本身的難度 你也不用為了能夠完成地圖 而去提升你的機體 甚至你只要沒有洗到獎勵池 你都不用進去刷圖 這就讓機制本身與遊戲的架構 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分歧 機制的最優解就是不要刷圖 把圖撕掉來拚獎勵 超奇怪的 那也許你試第一次第二次會覺得有趣 有一種不勞而後的快感 兩人很快你就會感到厭倦 因為你並沒有真正在玩遊戲 早就已經脫離了良性循環了 那第二種獎勵是魚鏡 雖然魚鏡在很多策略都會用 但是魚鏡作為一種獎勵 帶來的回饋感是偏間接性的 就當你撿到魚鏡 撇除賣掉 你必須要在下一次打開機制時 搭配上其他的策略一起用 他才會對你的體驗有所幫助 而大部分的魚鏡提供的 都是非常微不足道 或是根本不想要用的特殊掉落 反而是肉帶流亡者這些 能夠與其他機制互相加成的 更加的有使用上的價值 但魚鏡至少起到的一個作用 那就是吸引你開啟下一張圖 獲得魚鏡再開啟下一張圖來用 再獲得更多魚鏡或往復循環 本身算是一個好的設計 但問題純粹就是獎勵太弱 導致你想要用的拉膩非常低 第三個獎勵是屍體 屍體完全就是為了服務墓園作裝 那正好可以順便聊到 屍體本身相比魚鏡 帶來的回饋感是更加薄弱 因為如果你有研究墓園作裝 你就會知道光是同一種屍體 你就要塞多少個進去才夠 每次完成地圖後身上撿了幾個屍體 裡面有幾個你可能會用到呢? 那沒有作裝目標的人就更慘 屍體對你來說基本上沒有用 以墓園的那個作裝流程來說 應該有很多人 包括我都懶得研究 因為有太多的事前準備要弄 你才能夠完成一次作裝 所以僅僅打到幾個屍體 提供的回饋感是真的不會高 甚至要真的感受到回饋 還要等到你進去墓園 按下製作的那個剎那才會有 至於是正回饋 嘿嘿還是負回饋 是千辛萬苦終於做出畢業裝 還是花一堆時間做出垃圾裝 這個又是後話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墓園本身的設計上 就屬於是超級有問題了 在可預期的情況下 是真的沒有必要把每個屍體提供的效果 給得這麼低 交易繁瑣又佔用大量的空間 又或者是進墓園放屍體 這個過程真的也沒有必要性 如果直接給一個面板 讓玩家把屍體放進去製作 放棄排列組合的效果 直接加入一種屍體 會讓特定屍體的數字提升 這樣就好了嗎 那說回回饋感 什麼樣的機制回饋感更直接呢 其實荒靈吸粉提供的爭議就相當直接 IQ IR 通貨數量加上去 即使你是一個萌新小白 吸粉前後那個掉落的差距 你也能夠一眼就看出來差很多 那隨著你繼續提升機體 因此能夠吸更多的粉打更強的塗 掉落也肉眼可見的變多 那這種回饋感也就會很直接 這也是上一季很多人一張接一張刷到寂寞的原因 總結前面的論述 魔影牧場的機制設計 整體來說我覺得是相對失敗的 帶給玩家的拉力嚴重不足 甚至是便宜到了錯的方向去 讓玩家選擇脫離遊戲的良性循環 司徒來獲得暴力 但是也讓遊戲的壽命大幅的縮減 其實從機制的設計上來說 不難想像製作主本來的預期 然而實際執行的時候才發現 玩家的需求與製作主的想像大相徑庭 這個狀況前面也說過了 不只在玩法機制上 甚至在新內容及平衡上 都有多少有些落差 作為連續賽季中 第二個與遊戲基本結構貼合的玩法 我相信牧場的製作主 一定一定很想要複製荒靈的成功 然而卻忽略了前面一路講下來的這幾個重點 導致雖然這個賽季玩法 架構上跟荒靈很相似 卻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講了那麼多我自己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說一說自己的想法 但請和氣的討論喔 不要比讚 做這部影片主要還是因為我 真的很喜歡POE這款遊戲 對他有非常多的期待 當然也會被這些期待給傷害 抒發完距離新賽季也快了 這幾天有不少的牙膏釋出 過幾天也會統整成影片上傳 目前看起來改動都蠻小的 但是方向都很不錯喔 7月19號將會有改版發布 會有空歡迎到突起實況台同樂 讓我們一起迎接月底改版 期待新的賽季玩法吧 感謝你看到這裡 喜歡的話也別忘了按個喜歡 我是K蹦 下回見 感到明明 有什麼問題 就讓我贏了